知名高品名店 加德鳳梨酥因为不愿补件 到中国海关总署申请注册 无法消亡中国阴气讨论 但加德解释 因为必须交出 鳳梨酥配比 厂房配置等商业机密 决定不补件 许多民众不相信 但现在文件曝光 从企业到商品细节 再到关系企业 长达企业的细项要填写 开头就先告知 申请资料内容务必完整 避免导致申请延误 再看看第七点 必须填写原料配料 在产品中的占比 这下加德没说错 填写完恐怕就会泄露商业机密 所谓的技术性障碍 就是一样它许可你的申请 但是它要你提供的障碍 可能是要揭露你的营业秘密 或者是有一些 你根本无法提供的资讯 导致你这个申请过程 就没有办法完成 最终当然也不用得到 它的拒绝 看你就等于无法提出申请了 台湾产品 想往中国频频受阻 食药署只能持续 协助国内业者补件 十三号也公布 最新边境食品不合格名单 包括违规的马卡龙色调味盒 茉莉花和白萝卜 也被验出农药超标 这些产品通通来自中国 萝卜昨天发布的是 这半年来的第四批 容器就比较多了 容器半年来 昨天得是第20批 食药署大动作公布 中国出口产品违规 调生边境查验比率 也被不少人认为 是对中国的反击 华世新闻时间里 实践台北采访